晚上 討厭出社區裡 傳來嘹亮的歌聲 二樓亮起了昏黃燈光 有住戶在裡面 唱得深情款款 但是聽到鄰居的耳裡 卻成了噪音 被鄰居抱怨 晚上唱歌很大聲的人 就是他 家中電子琴 音響麥克風設備齊全 在我心上用你的開槍 因為太喜歡唱歌 從小學音樂 黃先生最大的興趣 就是自彈自唱 昨天是這樣的情況下 然後好像有人站在 就是這對面直接放大牌 打開窗戶 黃先生常常一唱 就唱到了半夜 過去因為從來沒有鄰居反應過 黃先生就按照自己的作息來 這一次被抱怨 他保證以後會改善 我以後會修正 睡覺可能會打擾到 最多大概都唱到十一點 可是有時候那種假日會最多唱到十二點 警方將派員予以勸導改善 切勿製造老人噪音影響他人生活品質 如有違反社會秩序 黃先生說自己從小學鋼琴樂器 當過唱片公司製作助理 還出過一張個人EP 現在因為在家唱歌唱得太High 意外引起關注 他說以後會注意時間和音量 免得讓好歌聲成了擾靈的魔音 三天圈朱信杰和正鳳屏東報導 有數字幕製作的 他媽彦 地再加速 證明